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荧幕上的景象 那就是荒凉 我们眼前的这条街道支离破碎 布满了一个接一个的小古包 有的挡在大楼入口的正中央 有的散落在一边 在我毫无察觉的时候 镜头已经慢慢推进 我很快发现 这些小古包应该是某种交通工具 与平底船外形相似的车子 我周围的太空人正专注地复岸工作 只见每个小球下面都探出一条长长的管子 管子慢慢降落到地面 管子末端碰到地面的时候 扬起了一小团灰尘 我发现那些小车上也积了厚厚一层灰 所以根本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和模样 而盘旋在河面上方的小球 自然就是把管子伸进了水里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荧幕 因为眼前的景象如此逼真 令人惊奇 好像我真的就在街道上一样 在某个巨大建筑物的入口处 有一块黑压压的地方吸引了我 我发誓我真的看见有东西在动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太空人之间有些骚动 突然间那个东西用力晃动了几下后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我的女主人们却似乎很淡定 只是随口说了几句话 言语里透露出一些感叹而已 要知道 现在荧幕上清清楚楚看到的 可是一只两公尺长 八十公分高的恐怖大蟑螂 我们在地球上 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 肯定时不时会见到这些恶心的小虫 它们经常在橱柜和潮湿的地方出没 蟑螂是很讨厌 但它们个头最大的也不过五公分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看到我刚才说的 两公尺长八十公分高的蟑螂 会是什么反应 真是令人作呕 从小球伸出来的管子开始收回 但就在管子刚离地面一公尺高时 大蟑螂立刻朝着还在动的管子 扑过来 不可思议的是 大蟑螂停了下来 眼看大楼下方又冒出一窝大蟑螂 它们分拥而出 一波盖过一波 就在这时 小球发出了一束刺眼的蓝光 开始扫射起那群蟑螂 瞬间将它们烧成灰烬 只剩下一团黑烟挡住了大楼入口 我更加好奇了 我看着其他荧幕 但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河流上方的小球正在返回我们这里 山上的小球也收起了管子 升高了一些后 又放下管子 小球上方还有一个圆筒 我猜想太空人们应该是在收集土壤 水和空气的样本 当然这也只是猜想 现在的我在星光体中 什么问题都不能问 而涛似乎忙着跟另外两个女主人沟通 小球在升高 准备返回我们这里 很会就会重新被太空船吸收回来 涛和另外两名太空人完成操作后 又回到各自桌边的椅子上 大荧幕和小荧幕上所显示的图像 也马上发生了变化 每个人都就位后 我知道我们应该是要继续出发了 我观察到所有太空人坐在椅子上的姿势 好像都差不多 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椅子有一种立场 可以将人牢牢扣紧 就像地球上将特技演员牢牢固定住的安全带一样 阳光透过泛红的雾气洒落在那个星球上 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了 我推测我们应该是沿着那个星球的外圈行驶 高度不变 我们其实还能看到底下有着像沙漠一样的地方 沙漠中穿行着纵横交错的河床 有些河床还正好交错成直角 我忽然意识到那可能是运河 或者起码是人造的什么河 大荧幕显示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城镇景象 接着又消失了 荧幕一片空白 太空船飞过那个星球时明显加速了 而小荧幕上不知是湖泊还是内陆海的画面一闪而过 突然间我听到几声感叹 我们立即减速 然后大荧幕又亮了起来 显示了湖泊的静静 接着太空船停了下来 海岸线的一部分我们看得很清楚 越过湖边巨大的岩石 还能分辨出一些方块结构 我想应该是居住的场所吧 太空船一停 小球就开始重复之前的运作 有个在沙滩上方飞行 大概离地面有40到60公尺的小球 拍出了非常美的景色 小球的管子延伸到岸上 传回了非常清晰的景象 那儿有一群人 应该是人 起码乍看上去 他们跟地球上的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正在近距离地观察他们 大荧幕中间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脸 看不出来多大年龄 有着棕色皮肤与直到胸肌的黑色长发 而另一个荧幕上 则可以看到她全身 原来她什么都没穿 她面容扭曲 应该是蒙古人种 我看到她时并没有意识到 她是面部畸形 只是单纯觉得 我们要跟一群和我们长得不太一样的人 人种打交道 就像科幻小说里写的那样 扭曲的脸 大大的耳朵 和一些奇怪的特征 还有一些画面是有男有女的另一群人 他们似乎是玻璃 玻璃尼西亚人 然而很明显的是他们多半不是面部畸形 就是受麻风病所清洗 这些人看着小秋招手示意 且十分躁动 从方形建筑物里冒出了更多的人 那应该是他们住的地方 我会再为各位详细描述 这些建筑物非常像二战时期的碉堡 上面还加了厚厚的烟囱 我才是专门为了屋内通风所设计 烟囱离地面只有一公尺左右的高度 这些碉堡朝向一致 在里面的人们都从阴影边的开口走出来 无预警的 我像被什么东西拉着似的 离大荧幕越来越远 在我飞快地穿过几个房间后 又回到了我身体所在的那个屋子 我的身体还是平躺在床铺上 跟我刚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眼前忽然一片漆黑 之后我一动也不能动 这种糟糕的感觉 我可是铭记在心 我的胳膊和腿像灌了签 无论我多努力 都跟瘫痪的人一样动弹不得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忽然不能动了 这让我有点慌张 心中发出强烈的意愿 希望能再让我的星光体离开身体 但仍起不了作用 不知道熬了多久 屋子里充满了让人心平气和的蓝绿色光 涛终于来了 他这次穿了一套新的工作服 抱歉让你久等了Michelle 但在身体召唤你的时候 我真的帮不上忙 没关系的 我完全理解 我打断了他 但我觉得出了点问题 我动不了了 一定是哪里断线了 他笑了 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旁边 应该是操作了什么控制系统 我马上就恢复了自由 再次申表歉意Michelle 抱歉 是我没有告诉你控制安全带的开关在哪 所有的座位 床或者铺位都有控制开关 坐在上面时 哪怕有遇到任何危险的可能 开关就会自动启动 太空船抵达危险区域的时候 会有三台保全电脑锁柱 称为立场的东西 待危险消失 立场才会跟着被解除 同时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危险区解除立场的锁定 或者单纯想换个姿势 只需要把手放在开关前 一根手指也行 就可以解除锁定 等我们回到座位 保护就又会自动开启 现在我想请你起身去换衣服 我会告诉你在哪 你在更衣室里会看到一个打开的箱子 你可以把除了眼镜之外的所有衣服 全都放进去 我为你准备了一套工作服 换上后再出来找我 涛弯下腰 把我拉了起来 我浑身僵硬 我走到他指的那个小屋 脱掉身上的衣服 换了那套工作服 竟然十分合身 让我有些惊讶 毕竟 我虽然有178公分高 但是 跟我的女主人相比 我就是个矮子 我从更衣室回到屋子后 过了一会儿 涛就递给我一个像手环一样的东西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副大眼镜 这副大眼镜 有点像机车护目镜 颜色很深 为了依照涛的指示戴上眼镜 我不得不摘下自己的眼镜 否则我的眼镜肯定会被这副大眼镜压碎 因为这副大眼镜跟我的眼窝恰好贴合 最后一道防护 他说 他举起手来 指向隔板 应该是启动了某种特殊的装置 房间又被强光包围 即便我戴着深色的大眼镜 也能感觉到光线的强烈 又是一阵凉气 接着 灯熄灭了 凉气也不见了 但是涛还是没动 好像在等什么一样 终于一个声音传来 他才拿掉我脸上的大眼镜 我又戴上自己的眼镜 涛要我跟在他后面 我们走的还是我的星光体 当时跟着他走的路线 我们再度来到了控制室 有位年长的太空人向涛示意 虽说年长 但实际上应该用更严肃来形容 会更贴切 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 于是涛带我来到大营幕前的一个座位 让我留在这里 他赶紧走到同事那 看来他们真的很忙 而我也没让自己闲着 开始试着是否 我真的可以自己解除立场 我一坐下来 马上就被牢牢固定在椅子上 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我轻轻动了一下我的手 果然又自由了 只要我的手在开关前面 就可以活动自如 大营幕的画面又变了 现在是大约有500个人站在岸上 就在碉堡附近 我们的摄影机真是厉害 竟然能如此近距离观察到 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全身赤裸 我还看到他们的脸不是畸形 就是有明显的丑陋伤疤 当小球在收集沙子和土壤的样本时 他们就全都朝着小球挥手 但是没人上前 看上去最强壮的男人都拿着弯刀或者军刀 好像在观察着什么 我感觉有人拍着我的肩膀 转过身一看 原来是涛 他朝着我微笑 那是我第一次欣赏 他那神圣又搅好的脸庞 我之前提到涛有着一头金黄色 垂落肩济的柔顺发长发 恰好衬托出他完美的椭圆形脸 他的额头饱满略微突出 他还有双蓝紫色的眼睛 睫毛更是线长卷翘 地球上的女人看到定会羡慕不已 而他那如海鸥双翼上扬的眉毛 则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在他眼睛下方的鼻子挺而直 有时会被逗得翘起来 大小正好 末端收平 一点也没抢了嘴唇的风采 他饱满的双唇后面 是排列完美的牙齿 当他微笑露出背齿时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那是真的 当时我也大吃一惊 他的下巴轮廓优美 但稍有棱角 流露出一种男性的刚毅果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女性魅力 他的上唇上风 有着淡淡金黄色的须毛 如果换成任何其他颜色 恐怕就是美中不足 但刚巧就是金黄色 刚好完美 看来你已经知道 怎么摆脱立场了 Michelle 我刚要回答 周围的人却发出惊叫 我们赶紧望向荧幕 只见沙滩上的人们 全都涌向住所 逃进一个大灌木丛里 有群手持军刀和木棍的男人 站成一排 在他们对面的是 我无法想象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是一群红蚁 每一只都有一头牛那么大 他们正从岩石后面朝着海滩袭来 他们的速度比飞奔的骏马还快 手持武器的男人们 频频望向后方 好像是在确认剩下的人们 能不能在红蚁到来之前 逃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红蚁群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追上了 战士们毫无惧色 勇敢的面向大红蚁群 停顿不过一秒 第一只大红蚁怪兽 就启动了攻击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像人类手臂那么长的口饿 起初大红蚁虚晃几招 让男人砍向他的军刀 劈了个空 接着大红蚁的口饿 就直接牵住了男人的腰 将他斩成两半 跟着又来了几只 帮第一只继续撕扯 剩下的红蚁则开始 追击逃命的勇士 而且很快就追上了 真的很快 就在大红蚁群 扑向人们的时候 小球发出了一束 极强的蓝色电光 准确地打在大红蚁身上 一击毙命 大红蚁一只接一只 倒地而亡 被烧死的红蚁在地上 冒出了一团烟雾 他们巨大的腿仍出处着 做最后的挣扎 蓝色电光在大红蚁群中 持续扫射 这些大虫子转眼间 就被全面歼灭 他们应该知道自己 无法与几乎是超自然的力量抗衡 纷纷逃窜 一切发生的如此之快 涛还在我身旁 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 而是厌恶与悲伤 接着大屏幕出现了新的画面 有个小球正在追踪 仓皇溃逃的大红蚁 小球不仅带着摄影机 与之相伴的 还有致命的蓝色电光 据我估计 剩下的大红蚁 大约有六七百只 也都全军覆没 无一幸存 小球又回到了 先前在沙滩上的位置 又一种特殊工具 在大红蚁的尸体中 仔细搜寻 我看到有位太空人 坐在桌子前 跟电脑说话 我想问问涛 他是不是在负责 现在的任务 现在是因为这项工作 本不在计划之内 我们正在采集 这些生物的样本 主要是肺的样本 来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是某种辐射 导致了这种生物的变异 正常来说 蚂蚁是没有肺的 它们会突变得这么巨大 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得通 涛停了一会儿 摄影机正传来一些人的画面 人们走出了避难所 正朝着小球 激动地打着手势 它们张开双臂 跪在地上 不停行礼 它们能看到我们的太空船吗 我问涛 不能 我们是在海拔四万公尺的高空 而且现在我们和底下的星球之间 还隔了三个云层 不过它们能看到我们的卫星 所以我觉得它们是在对卫星表达感谢 也许它们把小球当成了拯救它们的神 很有可能 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这些人到底是谁 Michelle 解释这些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太空船现在要执行的任务很多 不过我可以简单跟你说说 满足你的好奇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人跟地球上现存的某些人 有着共同的祖先 事实上 这些人的祖先之中 有一部分曾在地球的某块大陆上生活过 但那已经是二十五万地球年前的事了 它们在那里建立了更先进的文明 但是内部却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矛盾 最终在一百五十年前 用核子武器毁灭了自己 你是说一场全面性的核武战争吗 是的 是核子分裂的连锁反应所引起的 我们会时不时地过来采集样本 想要研究残留于各地的辐射强度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帮帮他们 就像刚才那样 这么做的话 他们一定把你们当成上帝了 涛笑着点点头 是啊 果真如此 他们认为我们是神 就像在地球上 你们的祖先也曾经把我们当成神一样 直到现在 有些人还会提到我们 一定是我表现得太过震惊了 涛好像被我逗笑了 我刚才说过 我只能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好好讨论这个话题的 再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邀请你来的原因 接着他说了声不好意思 就回到了荧幕桌前的位子上 大荧幕上的图像不断切换 小球正在上升 我们看到了整块大路 我留意到大路上有些绿色和棕色的地带 小球又一次返回太空船后 我们也继续启航 我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越了这个星球 我想还是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里 让立场把自己固定住最好 荧幕上出现了海洋的画面 眼前一片海水茫茫 看得出来我们正离某座岛屿越来越近 虽然我很难估算出这岛到底多大 但是它看起来像是低矮的岛屿 跟之前一模一样的操作 这一次我们停在海岸上空 四个小球离开了太空船降落在岛上 我在大荧幕上 可以看到摄影机正扫视着的一处海滩 沿海一带放着一些后木板 在那周围还聚集着裸体的男人 跟我们之前看到那群人的是同一种人 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小球 我想应该是小球停在更高的地方 尽管它传回来的都是前所未有之近距离的特写镜头 在荧幕上 我们看到那些人正拖着木板往浪里走去 木板漂浮了起来 就像软木筏一样 他们爬上了木板 拿起巨大的桨开始熟练的滑水 航进了大海 当他们离岸边有一段距离后 便抛出了钓鱼线 随即就钓上了一条大鱼 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看着那些人如何谋身 还能像神一样的帮助他们 真是一件神奇的事 我解除了立场 想去四处看看 其他的荧幕上在接收哪些画面 就在我刚想要离开座位时 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的情况下 我收到了一条指令 呆着别动 米歇 我吓得一愣 这声音好像是从我脑海里传来的 我妄想涛 他对我笑了笑 我想努力回应些什么 于是拼命地想着 心灵感应很棒 对吧 涛 当然 我脑海里又收到了他的回答 太棒了 你能告诉我现在下面的温度吗 他看了一下资料 摄氏28度 白天的平均温度是摄氏38度 我暗自想 即使我变得又聋又哑 也能和涛正常交流 亲爱的 没错 我们可以正常交流 我看着涛还是不免惊讶 我只是自己在心里想了一下 他就明白我在想什么 这点让我不太爽 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 别担心 我是闹着玩的 请你见谅 通常我只是在你 问我问题的时候 度你的想法 刚才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心灵感应的厉害 下次不会了 我也朝他笑了笑 把注意力又转回荧幕 我看到海滩上有个小球 离一群人很近 但是他们却没发现 小球正从距离那群人 十公尺左右的地方采集沙子样本 透过心灵感应 我问涛 这些人为什么看不见小球 因为现在是晚上 他回答 晚上 但是我们怎么能看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们的摄影机很特殊 那有点像你们的红外线 现在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我们现在接收到的图像 没有之前的那么亮了 但这些特写画面确实很生动 就在此时 大一幕上出现了一张 显然是女性的脸 但是太可怕了 这位可怜人的左眼处 不是眼睛 而是一道长长的伤口 他的嘴在脸的右侧 下巴中间则有点裂开 嘴唇也像揪在了一起 他的头上 只有一小撮头发 单薄的摇晃着 现在又看到了他的胸部 本应该是圆润可爱的胸部 其中一边却有着化浓的伤口 从胸部来看 他应该是年轻的女性 我问涛 电脑显示年龄为19岁 是因为辐射的关系吗 没错 其他人也出现了 他们看上去都很正常 其中有些体格健美的男性 看起来约20多岁 你知道他们最老的是几岁吗 目前我们的记录是最年长的 不超过38岁 这个星球的一年等于295天 一天有27小时 如果你现在看荧幕 会看到那些英俊建硕年轻人的 生殖器官特写 如你所见 他们的生殖器都是完全萎缩的 根据之前的几次考察 我们发现在他们之中 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这里却有很多孩子 尽快繁衍生殖是所有物种的生存本能 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让有生育能力的男性成为种马 我猜这种人应该就是种马 的确 荧幕上是一位大约30岁的男性 从身体特征来看 应该是具备生育能力的 我们还看到许多孩子围绕着火堆跑来跑去 火上放着正在喷煮的食物 男人和女人围坐在火堆旁 拿着煮好的食物分给孩子 火堆应该是用木头堆叠点 点燃的 但我并不确定 因为燃料的形状更像石头 火堆后面是之前见过的木筏 堆在一起盖层可以歇脚的小盆子 看上去相当舒适 镜头的可见范围里 看不见树 应该是有树的 因为我们之前飞过这个星球上方时 曾见过绿色的地带 几只黑色小猪从两个茅屋之间跑了出来 后面跟着三只疯狂追赶的黄狗 小猪迅速消失在另一个茅屋后面 我看着这些场景发呆 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观察另外一个星球 这些人跟我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更像是玻利尼西亚人 这里也有猪和狗 一切都令我越来越惊讶了 小球回来了 其他的小球也一样 剩下的小球都由别的荧幕监控 从我这里是看不见的 返回太空船的操作启动后 所有的小球按部就班的被太空船重新吸收 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我猜想我们又要启程了 所以在座椅上舒服的坐好 让立场把我牢牢固定 过了片刻 这个星球的恒星出现了 共有两颗 然后一切都开始飞快的变小 就像我们离开地球时那样 过了一会儿应该没多久 立场就解除了 我可以离开座椅自由活动了 这感觉倒还不错 我看见涛朝我走过来 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个年长的太空人 姑且就这么描述吧 我站在座位旁 面向着三位太空人 想要跟涛对视 我就已经得仰头了 而当他用法语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位 更年长的太空人时 我觉得自己更矮了 这位太空人比涛还要高出一个头 他是比阿斯特拉 令我无比震惊的是 他跟我说话时用的是标准法语 虽然语速很慢 他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 对我说 很高兴你能上到太空船 米奇尔 希望你在这里能适应 之后也是 现在请让我为你介绍 拉涛利 他是太空船的副指挥官 我们这艘太空船的名字是阿拉托拉 而我就是总指挥官 他转向拉涛利 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 然后拉涛利也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他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将我的名字慢慢重复了几次 好像在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发音一样 他的手持续放在我的肩膀上 让我倍感安心 身体里流过一股强烈的幸福感 我可能是太陶醉了 搞得他们三个大笑起来 涛读懂了我的心思 解释着说 米什尔 拉涛利 有一种独特天赋 虽然这在我们当中并不罕见 你现在感受到的是一种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对人有益的磁性液体 真的太棒了 我惊呼道 请你替我赞美他 接着我又对两名太空人说 谢谢你们的欢迎 但是我必须承认 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实在是太震撼人心了 此时的冒险之旅 对我这个地球人来说 真的很不可思议 虽然我一向相信在其他星球上 可能居住着像人类一样的物种 但是我还是很难说服自己 这不是奇妙的梦境 我经常跟我地球上的朋友 讨论心灵感应 外星人还有飞碟之类的事情 但都只是出于无知 而说出的大话和空话罢了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平行宇宙是存在的 人有身心二元性 还有一些其他未解的现象 现在都有了时证 过去这几个小时 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令人激动了 我简直兴奋的喘不过气来 拉涛利见我这么说 也觉得很开心 他说了一串我不懂的语言 涛连忙翻译给我 拉涛利完全明了你现在的心思 Michelle 我也是 比亚斯特拉也跟着说 他怎么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在你说话的时候 他用心灵感应 叹到了你的内心 你要知道 心灵感应是不会受到语言障碍影响的 见我这般惊讶 他们时不时就会被逗乐 他们的唇上洋溢着永恒的笑容 比亚斯特拉对我说 Michelle请跟我来 让我为你介绍太空船上的其他成员 他扶着我的肩膀 带我到最远处的一张桌子 那儿有三个太空人正在监控着仪器 这地方我从没来过 星光体出穷的时候也没有 更没注意过这些电脑显示的东西 终于有机会瞧了一眼 我整个人彻底呆住了 我眼前的数字竟然是阿拉伯数字 读者们肯定跟我一样惊讶 但这是真的 荧幕上显示的 一二三四等等的数字 都跟地球上一样 比亚斯拉特注意到了我的吃惊 意外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对吧Michelle 我们绝不是故意拿你寻开心 我们完全能理解你所有的不可思议 待时机成熟 你的困惑都会得到解答 现在让我先为你介绍 纳奥拉 第一名太空人起身面向我 他是纳奥拉 也像比亚斯特拉和拉涛利一样 把手放到我肩膀上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动作可能相当于我们的握手 纳奥拉用他们的语言向我问号 也重复了三次我的名字 就像要把这名字永远记住一样 他跟涛差不多高 每介绍我一次 同样的礼节就重复一次 以一个接着一个 终于 我与太空船的全体成员都正式认识了 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的头发 是长短和颜色上的差别 从暗同色到明亮金黄色 深浅不等 虽然有人的鼻子更长或者更宽 但是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浅色 而不是深色的 而且所有人的耳朵外形都很精致 达涛利 比亚斯特拉和涛 请我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 我们都舒服的坐下来 比亚斯特拉在椅子扶手旁边 用手一挥 空中竟然飘过来四个圆形的托盘 每个托盘里都有一个装着黄色液体的容器 还有一碗白色的东西 质地有点像棉花糖 但是要比棉花糖颗粒更大 扁扁的小钳子就是叉子了 四个托盘落在我们的座椅扶手上 我对眼前的景象又充满了好奇 涛示意我学它 这样才能享用眼前的美味 它从杯子里抿了一小口 我也照着抿了一小口 真好喝 味道跟蜂蜜水很像 涛他们用钳子吃碗里的食物 我也第一次尝到了地球上 称为玛娜的食物 跟面包差不多 但是非常轻 没有任何特殊的味道 我只吃了碗里的一半就饱了 这让我不禁好奇起来 这么松软的东西 竟然能这么快把人喂饱 我喝掉了杯子里的东西 结束了这一餐 虽说我吃的没有很讲究 但却感受到了一种幸福感 而且既不渴也不饿了 你应该还是更喜欢法国菜吧 米什尔 他问我 嘴上挂着笑意 我只是笑笑 比亚斯特拉倒是哼了一声 这时候又有新的信号 我们都望向了大荧幕 在荧幕中央是一个女人的头部特写 这个女人跟我的女主人很像 她说话很快 我的同伴都稍微转向了她们的座位 好听清 她在说什么 拿奥拉在她的桌旁和荧幕上的人开始堆话 就像地球上的电视采访一样 不知不觉中 镜头切换到更广角的特写 这回出现了12名女子 每个人前面都有一张桌子 涛扶着我的肩膀 带我走到纳奥拉的座位 让我坐在一个荧幕面前 她在我旁边坐下 开始和荧幕里的人说话 她用她悦耳的声音快速说了一会儿 时不时就转向我 可见她们的话题就是围绕我展开的 她说完之后 荧幕上的女人又切回了特写 简短的回答了几句 让我惊讶的是 她的目光停在我身上 然后笑了 你好Michelle 祝你到海奥华一路顺利 她在等我的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 连忙向她表示感谢 摄影机又切换到了广角 从荧幕上可以看到 我的回答让她的同伴们都惊讶不已 大家议论纷纷 他们听得懂吗 我问涛 他们可以通过心灵感应 读懂你的话 但是能听到其他星球的人说自己的语言 他们还是很兴奋 这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少有的经历 涛说了声抱歉 然后转向荧幕 跟荧幕上的人交谈了起来 比亚斯特拉也参与其中 我觉得应该是谈论技术面的对话 最后荧幕上的人朝我笑了一下 说一会儿见之后 画面就切掉了 我说切掉是因为荧幕并没有直接变回空白 而是呈现出一种柔和美好的颜色 绿色和电蓝色柔和在一起 让人心旷神移 过了一分钟左右 这种颜色就慢慢变淡了 我转向涛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和其他太空船在空中相遇了吗 他说的海是什么 华 究竟是什么 是海奥 海奥华米什 这是我们星球的名字 就跟你的星球叫地球一样 我们的星际基地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络 我们再过16小时35分钟的地球时间后 就会抵达海奥华 他瞥了一眼身边的电脑 才确认了这个数字 那些人是你们星球上的工程师咯 是的 他们是我刚才提到的星际基地的技术人员 基地一直监视着我们的太空船 如果我们一旦因为技术故障 或者人为因素出现问题 81%的情况下 他们都能保证我们安全回港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更高级的物种 所以这并没有让我特别诧异 他们的技术水准一定是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但是让我确实诧异的是 不仅是这艘太空船 看来星际基地也是被女性占据的 地球上像这样子的全女性阵容实在少见 我好奇海奥华是不是只有女人 就像亚马逊女战士族一样 想到这个画面 我自己偷笑了一下 我向来更喜欢与女性而非男性作伴 如果真是这样 也挺让人高兴的不是吗 我也没绕圈子直接问涛 你的星球上只有女人吗 他显然被我问得一愣 然后脸上露出了被逗笑的表情 这就让我有些不安了 我说了什么蠢话了吗 他又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让我跟着他 我们离开了控制室 直接到了一个名叫哈里斯的小房间 这里的氛围很轻松 涛告诉我 在这里没人会打扰我们 因为到这个房间里的人 自动就会或有绝对的隐私 房间里有很多座位 他让我选一个座下 有些座位像床 有些像扶椅 还有的像吊床 或者像后背可调的高脚椅 如果这些椅子里再选不出个称心的 那我可就太挑剔了 我选了一把扶椅 舒舒服服的坐下 涛就在我的对面 我看着他 发现他的表情又回归了严肃 他开始说道 Michelle这艘太空船上 一个女人都没有 什么 如果他告诉我 我不是在一艘太空船上 而是在澳洲的沙漠里 说不定我也会相信 他看到我难以置信的表情 赶忙补充道 不仅没有女人 也没有男人 听到这里 我彻底摸不清头绪了 但是我的嘴巴都快不听使唤了 那你们是什么 机器人吗 不 我想你误会了 Michelle 我们是雌雄同体的物种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什么是雌雄同体吧 我点了点头 有点惊呆了 又问道 你们星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吗 是的 但是你们的长相和举致 还是偏女性化一些啊 事实上 可能只是看上去是那样 但相信我 我们真的不是女人 我们是雌雄同体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人种 我得承认 这个确实把我弄糊涂了 从我跟你接触开始 就一直把你当成是女人 现在让我把你们也当成男人 确实有点困难 好朋友 你不用刻意去联想 我们就是这样 其他星球上的人 跟你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能理解 你会自然而然的 想把我们定义成一种性别 因为你还是按照地球人的思维 一个法国人的思维 也许你可以不用女他或男他 只用中性的他来称呼我 听到他如此提议我笑了 但还是有点不适应 就在刚才 我还以为自己身处亚马逊女战士族之间呢 但是你们怎么繁衍后代呢 我问 雌雄同体可以繁殖吗 当然可以 跟你们地球上的繁衍方式一样 只不过在深植这件事上 我们可以全权掌控 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迟早会知道的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其他 其他人那里吧 我们回到了控制室 我发现 这次在看这些太空人的时候 我的视角和之前完全不同 比如说 有一个太空人的下巴 就比之前看起来更有阳刚之气 还有一个鼻子显然是男性化的 还有一个人的发型也有一些男子气概 原来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人是如何都取决于我们的认知 而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 为了让我自己不至于太尴尬 我给自己盯了个规矩 我已经把他们当成女人 因为我一开始确实觉得他们更女性化 那么索性还是把他们当女人 看看是不是行得通 在我这里可以看到中间的大荧幕 繁星就在我们身边穿梭 靠得特别近的时候 也就是距离几百万公里时 他们看上去巨大无比 光芒刺眼 有时还能看见颜色奇特的星球 我记得有一个像翡翠一样的绿色 干净剔头 惊艳无比 仿佛一颗巨大的宝石 令人叹为观止 涛过来了 我赶紧趁机问他 在荧幕底下的那一条光带是怎么回事 这条光带就像是由无数个小爆炸组成的 这些是我们的反弃材枪 如同你们在地球上所称呼的 所导致的 那光带其实就是爆炸 以我们的飞行速度 哪怕是再小的陨石 也会把我们的太空船撞成碎片 所以我们会用几个舱在超高压之下 去储存特定形式的尘埃 并将尘埃装进我们的反器材枪中 你可以把我们的太空船 想象成同步加速器 可以发射加速后的粒子数 去分解漫游在太空船周边 和远处的各种极微小的物质 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如此高速 我们会在太空船周围建立自己的磁场 等等 别说那么快逃 你应该知道 我没什么科学背景 像通步加速器和加速的粒子这些 我都快跟不上了 我知道大概的原理 肯定是很有趣的 但我不擅长专业名词 不如你还是告诉我 为什么荧幕上那些星球的颜色是那样 有些是他们周围大气层的缘故 有些是他们周边的气体 荧幕右边有个彩色光斑 还带着尾巴 看到了吗 这个东西正高速的接近我们 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 我们更可以好好的欣赏它了 这个东西像是持续在爆炸着 形状不断改变 颜色幻化万千 我妄想掏 这是颗彗星 他说 他绕着恒星转一圈 大概需要地球上的55年 我们距离他多远 他看了一眼电脑 415万公里 涛 我说 你们怎么会用阿拉伯数字呢 你说公里的时候是已经换算过来了 还是你们本来就用这个单位 我们不用 我们用的是卡托和塔奇 我们之所以用你说的阿拉伯数字 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体系 是我们把它带到地球的 什么 快仔细说给我听 米歇尔 到海奥华 还要几个小时 现在可能是对你在某些事情上 进行正式授课的最佳时期 时机 如果你不介意 请跟我一起回到哈里斯 就是刚才那个小房间 我跟着涛 好奇心 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 没关系 那是这种 380秒 与不用